各位麦子学员的同学大家好 这一小节主要讲解课程概述部分的扩展点选择和生命周期 然后这里面主要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然后首先是扩展点 然后扩展点它怎么来区分的呢 主要是根据我们所完成的功能 我们所期望给用户所展现的服务这么来区分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扩展点 第一个是扩展也就是我们在通知栏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些东西 也就我们也可以叫它另外一个名字叫YG的组件 然后这些扩展叫扩展这么一个扩展点 它的东西主要是向大家快速的在通知栏中心的时候查看一些信息 然后它更多的是查看的一些方便查看而减少一些交互 如果真正的一些复杂的交互呢 我们还是需要在其他的地方找到 我们第二个扩展点呢就是Share 也就是社交 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将我们的一些东西分享出去 它可以使我们很方便的把我们的图片呢 文字啊或者视频呢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做一个社交化的分享 然后另外一个Action也叫做动作扩展 它的一些扩展呢主要是主要的一个类型就是我们把host app当中所提供的一些图片视频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 或者是说把我们的文字视频或者等等其他一些东西做一个转换 并且把这个转换的结果呢返回给我们的host app 然后它所概括的功能呢要更加的广泛一些 然后它在所有的扩展当中呢 它是它的用发挥的作用会更大 然后它的想象空间也会更大 另外一个呢就是照片边境 然后它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非常方便的呢 把一张照片进行处理 当然如果我们要把一张照片 然后进行复杂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什么调整它的一些某些值啊 如果过于复杂的话呢 这些东西还必须在我们的 必须打开我们的app进行相关的处理 但是呢如果我们的一个扩 我们在提供专业的图像处理的同时呢 也提供某一个类型的扩展 来非常快速的呢 去完成一个照片的兵器 比如简单说我们会在后面的demo部分呢 我们会把它增加一个文字 像这种很小的功能就可以在扩展里面完成 另外一个呢就是文档提供 也就是讲它会把所有的 所有的呢 所有的文件统一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存储处理 然后如果我们的app 其他的一些所有的app 他想访问这些文件呢 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它来访问我们公共的存储文件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自定一键盘 像现在我们在苹果开放这个之后呢 出现了许多新的输入法 它也是很方便的 帮我们提高我们更加的符合我们汉字的一些输入的一些特点 然后这是 这主要是现在呢并不是介绍视力详解哦 主要是介绍一下有哪些扩展点 我们会根据我们所期待的一些功能提供的服务呢 来选择适合我们的一些扩展点 然后另外我们再讲一下生命周期 然后每一个扩展呢跟我们的app一样 它是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一张图 这张图非常清楚的描述了扩展的生命周期 这张图在我们的文章当中是可以找到的 我现在给大家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 首先呢第一个这个扩展 它是一个循环的生命周期 然后它的扩展生命周期分为四个步骤 然后第一我们来看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呢 是我们的用户选择我们的扩展 当我们在某一个地方 当我们用户去点击 因为如果某一个类型的出现了很多的扩展 扩展的话 当用户选择我们自己开发的这个扩展的时候呢 相当于这个生命周期的第一步也就完成了 另外一部分呢 它这个扩展会启动起来 是由系统 系统通过一定的初始化 或者说如果它没有 它已经在后台里面没有被杀死的话 那么它就会存在那儿就立即把这个扩展启动起来 然后接着才会进入到我们的扩展 执行我们扩展里面所提供的一些服务 在这个地方完成我们的一些功能 接着呢 然后回到第四个步骤 在第四个步骤呢 我觉得是比较 大家需要 需要注意处理的 因为 当我们也就是在 第四个步骤 也就是当我们在执行第三个步骤 完成我们的功能 当我们退出我们的扩展 结束我们扩展的UI的时候呢 系统它就会杀死我们的扩展 但是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在这个时候 扩展并不是立即结束的 这个扩展的结束的 那个时刻呢 是由 系统来决定的 比方说 它可能会判断一下 我们的扩展可能会使用的频率比较高 那么它就会把扩展 注留在后台 以便下一次启动的时候 更加的快速 然后也 当然如果这个扩展 占用的内存很大 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呢 扩展会把它立即杀掉 另外还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们整个手机呢 出现我们的内存使用情况不足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系统里面的APP 然后需要使用内存 然后扩展也需要使用内存 但是整体出现 当它们整体出现内存不足的时候 系统会优先的 把这些扩展的生命周期给结束掉 来保证APP的正常运行 然后这一部分呢 就是扩展点和生命周期的相关的一些概念 然后在后边的一些 视频教学当中呢 也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它 然后概念部分到此结束 就会让它们继续 就会让它们继续 在这里 就会让它们继续 感谢观看